另外还有备受关注的台九县玉里南通景观大道计划中的玉里大桥原桥修建工程 由于桥梁横跨欧亚与菲律宾板块 公路局为了解决位于断层带的桥面平均每10年就有30公分高差的问题 设计可调整式超前部署来应应 交通部次长齐文忠表示 也将回立平赶在111年3月发报动工 公路局玉里道南通的景观大道工程 其中原本改道的玉里大桥 因为横跨菲律宾与欧亚板块 因此也从原桥改建修正为全桥改建 而为了解决断层带每10年太深30公分高差的问题 公路局总工程师也绞尽脑汁 提前完成可调整式减枝梁设计 减枝梁它这个所有的吨它是可以转动的 10年后这个第20年后这个桥是平的 就是这边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是超前部署 设计可调整式的减枝梁结构 提前防守必其供于一役 在50年桥梁寿林期限中逐一调整 公路局目前也先行完成了工程设计 并将计划已重送国发会审议中 但后续工程经费把保动工 可能面临流标卡关的问题 立委不困其高度关切 设计是设计好的 等它的程序审议完 要绝标了 所以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缺工的问题很严重 没关系我们只要开标出去 我们就有办法来处理后面的 只要开标顺利开标 只要金额够 对啦 不会不会有标 交通部次长齐文中 经营部说明指出 也因为玉璃大桥特殊地质地层的影响 也使得台九县光复到花东县界 景观大道预算 从原本的94亿增加到158亿 而目前50多亿的经费缺口都已到位 待国发会审议通过后 公路局也将力拼明年3月发报动工 现场就是说3月要 努力啦 我们来努力 要能够签约 还是动工的 动工的 我们来努力 目前台九县光复段到 花东县界景观大道工程计划 分区分段地来执行 而包括了玉璃大桥 原桥改建工程在内 公路局也计划在113年 全面执行完毕 记者时玉兰玉璃采访报道 李星兰玉璃宝